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北美比奥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热的加州三明治 用到料室 一个炒面包 一个鸡胸 洋葱 半个洋葱 还有五片熊柿 这还有 黄瓜 腌的黄瓜和辣椒 这还有切成片的鸡肉 还有四五片白色的 还有适量的盐和胡椒 一小勺料酒 还有一小勺 淀粉 现在我们先把鸡肉 盐起来 一个鸡胸肉 切成这种大片的 淀粉 料酒 盐和胡椒 先放一半 好 这样腌制 半小时 锅热 加黄油 面包 放入 这里就是加牛油 加黄油也可以 加植物油也可以 加黄油就是更香一些 面包 面包一面煎成这样 就把它拿出来 锅里面 这时加点植物油 将鸡片放入 鸡片 鸡片 先熟一口 用金毛色 好 这时再加一点油 将洋葱 将洋葱 先放入 洋葱炒至微黄 把生鸡片加入 鸡片 这时加入剩余的 盐和胡椒 这时在面包上 抹上 这样抹上黄色的剑 鸡 再拆 鸡肉 还有辣椒 上面再加上 熊柿 这种起司 然后还有这种鸡肉 放在上 这时给它盖上 然后给它放到 烤鸡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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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在这里面 一分钟就行 一两分钟 让里面的气 都化了 这时候 咱们把它拿出来 这样一个 味道丰富的 多汁 加州鸡肉 三明治 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